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觉得我这个样子很熟口面 因为我昨天来的时候 有两位姐妹有一个弟兄 他见到我 他说你很熟口面 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接着我就说你是不是记得我是读书很差的那个 接着他说是呀是呀 其实我习惯了 因为我那次在多伦多和温哥华 在food court那里吃东西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穿着没有今天那么整齐 有个太太走过 她说你不是会考零分那个 接着我说是呀 接着她就走了 我不知为什么她这么开心 所以真的很多谢恩与之星 所以大家多些支持恩与之星 令到我在香港九龙新界 温哥华多人多 美加多人认识我 那阿诚哥仔又记得我 是吧 那他就说 你考到五级钢琴没有 因为我三十多岁才学琴 那我考到五级了 我还多谢上帝拿到murrage 然后一年之后我就考八级钢琴 不过失败了 那就差三分才pass 希望大家都努力一起学习 如何侍奉上帝 我想问一问 今天有没有哪位跟我一样 是人生第一次来到这家教会的 我可否举手 哇 好 给她们掌声好吗 哇 欢迎你 是的 欢迎你 欢迎你 你怎么称呼 奇奇 你怎么称呼 Rebecca 我有两位是不是在楼上 我有 哇 给她们掌声好吗 哇 欢迎你 令我心定一点 我就叫做Masiel 英文名字 改这个名字其实有些失礼 不是说名字失礼 是我改这个名字的过程 有些失礼 那时候我还会考零分的时候 有一天回教会 还在笑我 回教会 我就在看圣经 刚刚我眼尾看得到 那个英国来的宣教士 就回来 那我倒下头的时候 我就说 不要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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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真的走过来 然后跟我聊天 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那时候就没有英文名 但那时候我就在看这一卷书 我就说 我叫做Matthew 好歹我不是打开以诗贴技 然后他还教我 怎样做TH音 今天就说以诗贴技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哪一位叫Esther 有吧 不要不认 没有回来吗 回第二场 真的一个都没有 哎呦 哇 掌路门认住他 他将会为教会 干得回大事 因为Esther 也很厉害 不如说以诗贴技 我想说 首先整卷书 有两个特点 至少 第一个 就是你看完整卷以诗贴技 你找不到有神 有上帝的名字出现过 很特别的 这卷书 整卷书没有的 你可以回去再看一次 另一个就是 因为他的发生的地点 就是在英许之地 在波斯的王朝 舒山城 解经家 就说 他是一个首都 就是当时波斯王朝的首都 然后当很多人去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他在说有一帮犹大人 他流亡了去这个地方 然后一个少数民族 如何是一个没有上帝 不让上帝的地方如何来到生活 可能有点像我们 我在加拿大也是一个少数民族 你们在美国也是一个少数民族 究竟我们如何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 但仍然可以荣耀上帝 究竟如何呢 我自己以前在神学院教这些准传道人 就是港道的时候 我就说你要好好地预备你的铺牌 很多解经家都说 这卷《以斯帖记》 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简直是旧约一个序事 即技术一个故事 是很精彩的 有很丰富的人物的写照 有对比 有讽刺 有高潮 有低谷 我自己就很喜欢看画剧 我很想大家一起尝试我们今天来看一出上帝在背后的一出画剧 你幻想一下你身后面的报警 幻想一下 就是一个皇宫 这个皇宫就是波斯的宫廷 波斯的宫廷 当我们未看第一幕的时候 我们看序幕 我去看画剧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一个长刊 里面看什么呢 就是看人物简介 整个《以斯帖记》就是四个主要的人物 三个就会今天先出场 下一次就由Victor长老介绍其他出场 先说头那三个 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看第一章 就会看到一个叫做阿哈徐老王 第一个人物 他就设宴 他设宴很厉害 在他在位的第三年 他就大排延迹 摆了多少天 摆了多少天 不知道大家听过摆了多少天 有些人回到内地摆了 摆了一个星期 很厉害 摆了整个星期 摆了多久呢 摆了180天 摆了180天 有些解经家就说 他不会一次过聘请所有人 因为你稍后会看到 他的版图 就是他管车127个城镇 然后找到那些省的高官、贵咒 然后离开 他说应该是分批离 但无论分批离也好 不分批离也好 我想摆了180天 都很厉害 还要说 圣经说得很传神 就是说 他的酒喝喝 然后最美的酒 最美的摆设 阿徐老王 是一个在公元前 485至465年执政的一个人 然后他很大权力 你想想 127个省管合作 他很大权力 但是他有一件事很有趣 就是他什么事情 圣经说 他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下身边的军神 他没有什么主见 他这个人 然后作者应该是借着这个王 来讽刺当时波斯帝国的人 那种自负 那种虚荣的一个代表人物 在一章一节 他一开始就说 阿徐老王 就由印度直到古实 统管了127个省 原来以今天的版图 就等于由巴勒斯坦的南部 一直到苏丹的北部 亦都是当时的王朝是最大的版图 等于我们和太宗时代的李世民 拿到最厉害的版图一样 这个太小 不过不要紧 我们看一看 原来他们覆盖了这么大的地方 原来那时候那个王 是有这么多的地方 第二个人物 你就看到处前面那个 就叫做抹底改 抹底改就是一个流亡的犹大人 而你看第二行的时候 他是属于变亚敏之派 而当时被老的时候 抹底改也在其内 在以斯帖的记载 抹底改就是以斯帖的唐兄和义父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第七节说 抹底改就是抚养他叔叔的女儿 哈大沙就是原本 Ester 原本以斯帖的真名 但他一定要改名 你看下去就知道 为什么他一定要改名 而以斯帖 其实他就因为父母死了 所以抹底改就收留他做养女 我一直看以斯帖记的时候 我看到抹底改 其实他的性格是比较沉实 稳重 也有智慧 因为圣经讲到 他几次都常提着以斯帖 而且抹底改是一个很关心体贴的人 你一直看下去就知道 为什么圣经说 他日日要在一个女院前面 即很多女孩子在那里住 然后他要在外面去看看以斯帖究竟安不安全 究竟他进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 圣经说 当时抹底改坐在朝的门口 然后皇帝太监有两个守门 有两个人 然后因为很恨皇帝想要杀他 但被抹底改听到 然后抹底改说给以斯帖 然后以斯帖说给皇帝 这个是第二章最尾的插曲 但这个插曲却留下了一个很厉害的伏线 你一直看下去 他好像在六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原来这个插曲 亦都影响着上帝救赎的历史 第三位人物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Esther Esther留意一下你自己 那是怎样的呢 我想是完全很贴切形容你的 不是说身世 sorry 末底改就是刚才说 他叫做哈大沙 如果说翻译 就是一些植物的一个名字 不过那个不是太重要 但是他原本的名字 后来叫做以斯帖 那么他没有父母 但是这个圣经说 他是容貌尽美 一会儿你就知道他漂亮得如何 然后 他是很得人喜悦的 圣经记载 因为当他去到被召入皇宫之前 要接受训练的时候 负责看守的太监叫做欺凯 他就很喜欢以斯帖 然后很恩代他 还给他有其他人更好的招呼 不止 凡体见 很夸张 凡体见以斯帖都会喜悦他的 我们俗语说的什么人见人爱 下一句你自己说 然后 不单止人 不单止人人 还是这个 见过很多美女的皇帝 王 刚才说的那个 都喜悦以斯帖过于众女 他就在王面前蒙宠爱 给众储女更深 以斯帖不单止美 还是很幸福 以斯帖他就说 他一直都听末底改的吩咐 不要让人知道 他一直都保守这个秘密 然后很想你看 尾尔那句 如虎养他的时候 原来当他小时候 解经学家说 他当时应该 入供的时候是十六岁 当他小时候被末底改修养之后 他就一直很乖 一个很乖的女孩子 但我们都知道 很多年轻人可能很容易就变 到年轻人的反叛期 开始改变 所以你们说 为什么你变了 一年内可以变得很严 但这个末底改的圣经记载 如虎养他的时候一样 但到第二章的尾 其实他已经做了皇后 他仍然是一个很信服的女孩子 他信服到 当刚才我说的那段小插曲 有两个太监想杀皇帝 然后说给末底改 然后末底改 也都 末底改 也都 末底改改 也都告诉皇帝 是如实去稟告 好了 人物就讲完三个人物 我们第一幕就要揭开 第一幕揭开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一个很盛大的宴会 但这个宴会就很有趣了 这个宴会我刚才改名叫奢华背后的无能 为什么我说奢华 刚才说一百八十日国宴很奢华 任喝所谓都是最好 但为什么家丑外传 话说圣经讲去到第七日 大家都可能已经喝到醉纷纷的时候 皇帝就突然间和太监说 和七个太监说 他说 麻烦你帮我叫皇后来 帮我叫皇后来 还要记得叫皇后带上那顶后冠 然后去到 皇后有没有来 皇后呢 圣经讲 在十二节说 皇后就叫阿实提 皇后就不肯遵从太监所存的皇命而来 所以皇帝很生气 你想想几百人在那儿等着 可能想耍命 等着然后叫老婆来 带上后冠 但是老婆 没有来 没有来 那怎么样 这个皇帝 这个皇帝本来是一件家事 家事而已 叫老婆来 老婆没有来 那就是家事 但是他竟然间 就问 问什么 刚才我说过他每次问 他就问身边的大臣 这句话是皇帝说的 按皇的规矩 皇就问 红色字那里 皇后 阿实提 比如问这个最高级的 他不遵从太监所存的皇命 他把自己看到皇帝 就算在家庭里面 他也当自己是皇帝看待 不遵从皇命 照例应该如何 杀了 那么凶残 你们 一不听就杀了 打入冷宫 其实他将小事化大 将这件家事 就变成了做 国事 不听皇命 变成了一个国事 变成了一个国事 然后我形容他为 误信残言 因为他问了一个叫做米母干的一个大臣 他就说 那怎么办 我老婆这么不听话 不遵从皇命 接着这个 军神就说 他得罪了皇你 得罪皇 很大件事 然后他就说 他无限上江 他得罪皇帝之余 你想想他还害了各省的神文 我们就施琴另头 为什么老婆不听话 会害了神文 接着他还要说 让众妇人有样学样 藐视子的丈夫 你们有没有做这些事 没有 你当然没有 Thomas那么好 然后 让众妇人有样学样 圣经写得很全神 亦都很细致 你有没有留意到分别 第一个 夫人 你猜是指哪些人 所有结婚的女士 就是你们 然后众妇人 是哪些人 你猜 是大臣的老婆 这个才重要 就是长老的老婆 这个很重要 接着他就说 最后 理应废权 就是你这么说 打入冷宫 拿回他的后冠 然后不让他再见皇帝 但是为什么我说他不信残言呢 他就说 王和众首领都觉得 哇 米没有干的话 是正的 王就照着行 然后完全同意 在21节讲 就废了他 为什么我说成为国士 因为去到圣经第一章的尾 他还说要将这个颁布的禁令 翻译做127个省 他们所用的语言 然后说给全部人民听 你说是否家丑外传 一个不听 其实他本来可以很容易解决这件事 如果给我 我就说不如再找七个太监 去问一下老婆 什么事 或者她病了 或者像我太太那样 今次我太太也没有来 但我当然知道我太太是什么事 没有来 因为他是这个追尖盘突出 所以大家 都要为他祈祷 因为他追尖盘突出一痛 每次都是要 但要凌晨两三点才痛 痛到睡不到 所以今次来不到 如果大家不相信 我将他的X光片 E-mail 给你 做个证认 不是我太太不给上帝和我 然后你想想 可以问一下 我原来太太病了 那他就跟别人说太太病了 其实整件事没事了 所以我说誤信残言 就是因为 他真的后悔 圣经说 将整件事过了 整个派对完了 走醒了 他就想 这件事之后 阿徐老王 憤怒紫色 就想念 这个太太 有时候男人也是 衰点 就想念太太 还想 我为什么会这样 去扮她 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些君臣 都吃君之鹿 就担君之丘 圣经就说 他也有帮皇帝想的 他就说 皇帝不如这样 我们帮你再照一批 处女来入宫 然后就选择 再找新的皇后 好了 第一幕完了 闭幕 再拉开 报警换了 好了 我们去到另一个 犹大人被老流亡的家庭 可能立刻 本来这里很光 但就变了暗了 然后可能有一张桌子在 然后你看到什么呢 信服背后的权能 你看到一个就是 轻有美功的画面 轻有美功的画面 末底改 刚才就说到 他天天 要知道他平安 不平安 因为在第二章里面 刚才我就说 要召一班女孩给皇帝选 正经说 要在127个省里面 每个省都找代表 最少我想都是百多二百人 然后要找这么多人 末底改就找了Aster 是其中一个 所以他就很担心 究竟 我的堂妹进了宫里面 平安不平安呢? 所以他就一直在看着他 很关心他 当然刚才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他很信服哥哥 遵末底改的命 然后就是 他是一个 刚才我说 人见人爱 他尽得荣宠 当时 你要看到这个图画 大家有没有做Facial? 有 有 有 原来圣经说 圣经形容得很传神 当那帮人照进去之后 刚才我说 有一个女院 然后他接受 一年特训 特训成什么? 圣经说那些细字 我老花也看到 众女子照例 要先洁净身体12个月 都很洁净 应该是吧 然后就要 头那六个月就用抹药油 接着那六个月就用香料 洁净身体 满了日期就可以轮流 就进去 他说要去见 尽去见皇帝 然后圣经说到十七节 王爱以施贴过于众女 然后他就在王眼前蒙宠爱 给众处女更深 王就将皇后 即是之前拿了 之前皇后的后官 就给他代替了阿什齊 王亦都因为这个以施贴的缘故 十八节里面说 给众首领和神伯大有大排言职 还要豁免各省的租税 然后赵王的厚意大宴群 也就是 好了 来到这里 我今天就被吩咐 就要讲第一第二章 我相信我也希望可以帮大家 将第一第二章有个大的图画 就是有这几个人物 然后上帝的历史也是其中一部分 来到代族的时候 究竟来到今天2016年 上帝的指纹又怎样呢 刚才你一路听的时候 或者你自己看以施贴记 一路你是看不到上帝的名字 上帝的名字是没有出现 但你会看到很多上帝的指纹 你一路看下去就发觉 原来每一步都是有关联的 你的人生有没有上帝的指纹 有没有 有 我自己回望我的一生 但很多时候 我们在人生的这一点 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不懂得感谢上帝 譬如我小时候 因为我读书那么差 我有很充分的理由 真的 我三岁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离婚 因为我爸爸妈妈就离婚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吸毒的人 其实我爷爷也是一个吸毒的人 然后我一个单亲的家庭 一个要用纵援的家庭 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很自卑 我自己学坏 没有心机读书 我以前 那些人带我回教会的时候 第一次 我记得小学六年班 那时候我住草虹邨 有个铁闸 我妈妈不是经常被我出街 我经常抱着铁闸 然后看到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或者在那边踢那些 那些交球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红色白色奸 我看到人在那边踢一踢 我自己在那边踢一踢 好像坐牢 然后有一天 小学六年班 有个哥哥出来 他说阿俊 我带你回教会 我一听 我说不回 他说我回教会很沉悶 他说不是 今次有食物 然后我立刻说 好好好 因为我以前是大肥仔 现在也是 然后我去教会 那时候在酸道会 深水寶堂 他要负责 那些儿童下令圣经班 我哥哥要负责一些 所以早去一些 那天去到那些二楼的堂楼 比较残疚一些 那些灯还未开 很暗 但我一进到教会 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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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台上面的 十字架 见到十字架 然后我慢慢在后面 走来前面 面向着十字架 我那次是第一次觉得 心境很平安 我以前没有过这份平安的感觉 我当时在家里只是很害怕 因为特别晚上凌晨 睡到很熟睡 两点多两点钟的时候 就突然有人敲门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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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只有两类人 第一类 追债那些 因为我爸爸 常常借很多贵 他试过 被人追到 我们整条冷行 黏了那些 有了他的样子 有了他的名字 写了我们的门牌 说要还钱那些字 我妈妈和我要立刻很害怕 就拔拔拔拔拔 拔拔拔 或者另一类人 就是警察 那些CID 不过他和追债那些样子 都是差不多 都是恶屎伦敦 我以前以为这些全部都是伤口 就算回头回头 我也说 为什么上帝要让我遇到这些 所有不开心的 但近这十年 我很感恩 我很感谢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伤口 可以变成祝福 耶稣基督的钉痕 原来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祝福 我自己受过那些伤口 原来可以成为祝福 在香港很多校长 当我去他学校讲完话的时候 他就说 李sir 叫你来讲话就对了 一来这个故事 什么学生都对了 即是穷 读不成书 读得成书 然后很凄凉 所以我虽然 以前做中学 我做辅导老师 开始很多学生找我辅导的 因为他觉得我好像很明白他们 而我的确明白他们 不过慢慢 就没有什么人找我了 因为他们说 李sir 没有什么同情心 因为那些学生懒惨地来到我面前 我说 李sir 很惨 我说 你怎么惨 我爸妈 你吵架 我说 你爸妈吵架 我爸只吵架 我妈妈 我妈三岁就走了 哪个惨 他说 李sir很惨 我读书 考得很差 我说 怎样差 他说 十科 有三科 不合格 我三科 我十科 十科都不合格 很多时候 我辅导后 那些年轻人都说 有一次对我好笑 我坐在那里 他走了 走过 他爬一爬我肩膀 他说 李sir 努力 我叫你努力 通常被我辅导后 人们都很开心出去 因为有个人比他 我常常多谢上帝 我说 多谢上帝 给我这些伤口 原来现在 哪一个来的人 我都好像 有些少少安慰到他 其实 当我太太病过之后 他现在常常说 要做多些探访 特别是探访病人的工作 因为其实 病人很多时候 好像我太太那样 日光日白 没有事 他只是夜晚 两三点才哭到 睡不到 很多晚 连续几个月 但这些人你不知道 但他知道 所以他马上明白了 原来很多病人 那些痛 是不懂得 告诉你 而你旁人 其实我旁人 我都理解不到 所以上帝 给我们每一个 很多的子民 很多的经历 很多的你发生过的事 原来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个人 都可以是上帝的见证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不同的事情 你有你的不开心 你有你的经历 同样你只可以你负责去经历 去回应 去安慰那些的人 你愿不愿意去做那个角色 刚才我说到 我说这个故事 其实会適合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它发生在公元前 但其实今天仍然可以 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 因为他说的是一帮流亡的人 一帮少数民族 不过我很想说 你们是最幸福的一群 你比加拿大更幸福 因为你们生活是一个国家 是每日都高举上帝的 是不是 灵头很多人 怎会不是 你们的国歌第四节 In God Is our choice 多酷 这个应该成为 每日都高举上帝 我唱国歌 不是每日 跟着那样东西更加证明 你们是每日都高举上帝 你们有很多的 那些 我得少少 你说你每日买东西 是不是 你有没有美金 在这里 拿出来 待会奉献 有美金 是不是 美金最棒的一句说话 就是这句 你想想 每日你们都带着多少上帝 是不是 我没有说错 是吧 加拿大 虽然每日都提到少少 但是都没有那么震撼 那么明要上帝 是不是 所以下次可以把美金摆出来 那么明要上帝 但是我觉得很讽刺 我几个月前看过新闻 就是Arizona那里 有没有看过 是的 有个足球队的队长 他跟他的学生祈祷 挺好 是不是 祈祷之后 發生什么事 跟着就停他职了 是的 是吧 校长立刻停他职了 为什么可以是一个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了美金出来帮自己辩护呢 那你是不是校长 你把美金都给了我 为什么可以有个国家是这样 其实在美国会不会更辛苦呢 现在这么多的议题好像都跟我们基督教有相反 以赛亚书里面说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臣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臣 你需不认识我 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未信的朋友 我必给你促腰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臣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臣 刚才说日落之处 我们都坐在日落之处 我在外面看到这间教会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大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进来可以坐这么多人 可以这么多空间 今天我们就是坐在这里 你有没有为上帝做见证 你有没有为上帝 去荣耀他 耶稣给了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要遵主的命令 荣耀他说 这个命令是不能选择的 荣耀他说 我刺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你留意下 耶稣用什么标记 让人知道 哪一个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去爱人 他不是叫我们 记得吃饭之前祈祷 他不是叫我们经常拿着圣经周围走 他不是叫我们站在十字路口里面 大声歌众上帝 他要我们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你愿不愿意爱身边的人 我自己的中文名叫女与俊 其实我一路由小到大 我都觉得很尴尬 这个名字 你们这么快就会笑 你们好像很同意我背后的Hidden Agenda 就是当人家说女与俊 我说哪个俊 站在哪个俊 谁站在哪个俊 我英俊我俊 多尴尬 就是一个这样的样子 眼又蒙 鼻又扁 我常常觉得上帝创造我的时候 好像不够材料 不够材料就不要做 我的脚小到我买不到男装鞋 有一次有些朋友来我家 然后他就看着我的脚 因为穿着拖鞋 他说女长你脚那么小 我说站得稳就行了 其实我心里面是忍忍痛的 我买了皮鞋都没有我衣 我常常穿我的球鞋是女装的 这个名字我背不起 其实令我更加有一个偉大的意 就是刚才那个姐妹说了 刚才那个姐妹跟旁边的那个说 我会说 哇 女与俊? 宇宙之中最英俊? 哇 是什么? 其实我的名字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爸爸是听俗 所以我中英文的名字都这么尴尬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根据俗谱 我叔叔 我爷爷就是女什么? 单字的 所以我爷爷叫女东 我爸那辈子就叫女君什么? 所以我的叔叔也是叫女君什么? 而我一辈子应该是耳 耳为耳 但我爸听错了以为语 所以以为英俊是贴切一点的 但我决定改名字 我不要这个名字 我改名字 这个名字 今天我想问 哪个已经改了名字做基督徒 可不可以举手? 噢 感谢主 原来很多人没信耶稣 你不敢改这个名字 我们懒举手 中国人也是酷一点的 究竟我们愿不愿意 什么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大家 如果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譬如去到大学 新的地方 或者去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可能未一起吃饭过 所以没有机会一起吃饭祈祷 可能半年之后 即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半年之后 突然间 可能一起吃饭 可能annual meeting annual dinner 一起吃饭 你祈祷 旁人可能会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 哇 我都猜到的 我都觉得你有些东西 我觉得你是不同的 原来你真是信教 信教的人真是好 对吧 这个是最高层次的见证 即是以诗帖 我想以诗帖 虽然不用提上帝 但人见人爱 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 你很快些改变 我在香港 整天去到一些报道会 做讲员 我说哪个子女 如果叫到父母回教会 肯定很厉害 对吧 因为很多时候 我都跟一些探访 和一些人说 试试回教会 对吧 很缺绝 我说为什么 你以为耶稣教到我女儿这样 教到我儿子这样 那倒是 很多人在家里很认真 我们常常都很虚偽 有一次有个妈妈跟我说 哇 你看我女儿多虚偽 因为见到她在门口派单张 早晨 很高兴见到你 你看我女儿多虚偽 她有哪个跟我说过早晨 她哪个说很高兴见过我 所以基督徒这个名字 其实是不容易背 我自己教会牧师说 我们信徒是做七分之一 七天的基督徒 什么意思 七天里面只做一天 我和牧师说 我不是 我们只做七天的半天 一会儿圆着这个崇拜 你出去 一开车 快点 快点 然后他开车 我来 我来 立即你的样子变得很真灵 我们可不可以做七天的基督徒 来到差不多尾声的时候 我在大家的网页里面看到上个星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教会的祈祷会 有一个很好的宣传 他说现在社会充斥着不同的信仰 生活准则 很多时候令到我们就算是福音派的信徒 都会模糊不清 自己都会随波逐流 到底福音的大能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又是否充斥着更新的救赎 反映出神的荣耀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答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 顺存可喜悦的旨意 一个最后的总结 我希望大家能够认定神的救赎 你是被救赎了 你的人生就是上帝的指纹 你可不可以将你的见证 去告诉人 你愿不愿意一路更新 去体贴上帝的心意 去荣耀神的大能 以诗帖记第四章 他有句豪情状语 我希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榜样 他可以为上帝说 我若死就死吧 他为主的缘故 是死如归 我们一起有个结束的吐告 当钢琴声响起的时候 很想大家有个安静的时间 你自己去到上帝 诗恩宝座的面前 尋求智慧 今天 多谢上帝给我们 去思考 以诗帖的一生 希望这个已经不再是一卷书卷 而是我们的激励 而是我们的榜样 而是我们的提醒 原来就算这一刻 你的人生面对着不同的困难 好似上帝不在 好似你的祈祷没有回应 但原来上帝 是座着为王 上帝 是掌管历史 上帝 是跟你一起走 今天如果你还未信耶稣 你愿不愿意接受祂 让祂跟你一起走人生的路呢? 圣经说得很简单 简单的原因是原来只是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圣经说我站在门外敲门 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打开门的话 我会进入祂的生命里面 我与他 他与我 好像一起吃饭那么亲密 这道门是你的心门 这道门是反锁的 因为要你自己才可以打开 今天你愿不愿意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一会我会带你做一个祈祷 你跟耶稣自己说 说你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 我说一句 你的心里面跟我住 我说一句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去祈祷 亲爱的耶稣 我很高的认识你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成我人生的主 与我一起走人生的路 今天的祷告 是奉主的名求 阿们